你所說的 我記得我中午之後 俗讀了三年Depromat 都是關於Marketing課程 因為時間很快的關係 都會找一些兼職來做 而且我都沒有再問我家人拿錢 所以唯有靠兼職那份工作 所以早上一開始起床就要上班 可能人家5點、6點都在睡覺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在工作 回到上午後就會開始上學 我上學只是上幾個小時 上學之後就要再上另一份工作 一天上兩份工作再加上學的時間 其實也沒什麼時間休息 回到家已經很累了 有一次我記得是回到家 已經很累累到洗澡都忘了 就在梳化上睡著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睡著了 因為實在太累了 原來一個人累的情況是可以去到這樣的地步 可能那時候會影響到第二天學業 因為上課都會忍不住睡覺 但也沒辦法 因為其實上班那份人工對我都很重要 這樣